MING PAO TORROW MING PAO TORROW MING PAO TORROW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DONALD 不知道各位網友 有沒有去過深水埗有一間 很有名吃雲吞水餃的麵店? 它裡面有一個前菜 每一次去,我最少都吃3-4碟 而且這個前菜還是免費,任你吃 它是什麼?就是醃蘿蔔辣 材料有以下這些 輪到看一下做法 首先我們把蘿蔔洗乾淨 刨走蘿蔔表面的皮 在刨皮的時間,不妨可以刨深一點 刨好皮,我們就把蘿蔔的頭和尾部切走 接著就可以把它切片 切多厚,大約1寸就可以了 切好片,我們就可以把它切條 切好片,我們就可以把它切條 接著再切成一粒 我們大概要一粒的大小 大約一粒的大小 就夠了 把切好的蘿蔔,我們放到一個大盤 備用 切好的蘿蔔,我們就會加一點鹽 目的就是讓蘿蔔吃起來更加脆厚 因為太多蘿蔔的關係 我們會把它放到另一個大盤裡 把鹽和蘿蔔拌均勻 我們要等蘿蔔出水 大概等它一個小時 我們就可以把蘿蔔拌均勻 處理青椒 把青椒洗乾淨 切走頭,然後就可以把它切成段 各位網友都可以加上大紅尖蕉 一起做 切好後,我們就放到一個碗裡 然後用糖來攪拌 把蘿蔔拌均勻 過了一小時 蘿蔔都出水 我們就可以先把蘿蔔拌均勻 再用清水浸掉多餘的鹽分 記得試一粒,看看會不會太鹹 如果過鹹,就要用清水浸掉它一會 OK了,就用沙子出來把它隔水 蘿蔔拌均勻 我們就可以開始醃了 把我們剛才醃的青椒和糖 一起倒進一個大盤裡 再加入醋 然後加入我們剛才隔好水的蘿蔔粒 接著把它攪拌均勻 到糖粒完全融化為止 拌勻,就可以準備一個大的玻璃瓶 把蘿蔔倒進去 如果各位網友喜歡吃辣的 不妨可以加多兩條紫天椒 最後我們要把醋倒滿一瓶 醃它一包就可以吃得了 這個蘿蔔可以保存多久呢? 最好就是一個星期內吃完 這個醃蘿蔔是不是很容易做呢? 那就快點下去買蘿蔔自己試一下吧 喜歡我們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分享,like和subscribe我們 再按旁邊的鈴鐺鐘 我們有新影片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的啦